昨天兩宗完全是不同味道 不同調子的政治新聞 一宗當然是立法會新議員的宣誓 接著整整齊齊拍出開學照 一番新的氣象 那邊商 眾新聞是兩位主管 楊健興 李懷出來見記者 一面落幕之言 感情的落幕 也看見眾新聞的落幕要關門大吉 兩幅不同圖畫都反出香港 一個很特別的政治新的局面出來了 楊健興昨天所說的一番話 令我感觸都很大 因為他已經不是從一個法律 個案的情況來講 而是他講到記者都是人 都有家人 令我想起當年六四採訪的時候 有一些在北京的記者 在香港的家人真的很擔心 想不到現在在香港的記者 他在香港的家人 或者移民去外國的家人 同樣有一個擔心 這個擔心一直存在 但當然隨著壹傳媒很多人被捕 再加上立場新聞 多位已經辭職的前董事 同樣被捕 同樣被通緝 這個是很嚴厲的一些方法 不能讓眾新聞 儘管那些新聞界的腦鬼 很有初心 很有疑似 但都難敵政治壓力 昨天楊健興你說 都幾多感性的告別 昨晚如果你有看網上眾新聞的告別來講 雖然他們都是能夠面對的 但今天再看明報的觀點版 由眾新聞另一位的創辦人 很重要的 這個時候初期很多資金 其實都是他出錢 他沒有出錢 他當年劉進途遇襲受傷 他廣大的校友都幫他籌了一筆錢 他有一筆錢在這裏 他的筆錢也成為了眾新聞其中一個的開拔費 從很多我們所知道的情況 沒有任何的金主財團支持他們 他們都不會接受這件事 因為他們知道傳統的新聞人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政治 或者金錢的一些利益交換 而做自己的事 他們就自己 我們拚拚地 大家拿錢出來就去辦 其實立場新聞 立場和眾新聞的資金來源 都不是有一個獨立的大金主 或者大財團 現在立場有6100萬的資產 這個不是資金 資產是被凍結的 立場新聞過去是靠眾籌 亦是支持者給他們的支持 令他們營運 而眾新聞創立之初 亦是因為想有一個不偏不移 回歸新聞的初心 不受財團的支配 於是用這些資金來源 去籌辦眾新聞 亦希望透過觀眾和讀者的訂閱 來支持 實際上這種模式 是現代新媒體的模式 所以他們就向支持者負責 支持者也有一個很信任 我為什麼支持你呢 覺得你的媒體是值得支持 是有存在的價值 來到現在來說 我們今天特別引述了劉俊濤的文章 他比較上 劉俊濤是讀法律出身 當年讀法律的同班同學 很多人已經叫腳退休了 但徒日在新聞界 我和家權都知道新聞界 你的收入是相當有限的 去到很高層也是很有限的 你熬了很多年 但他的文章 真的從法理的角度 來分析為何今天眾新聞 是需要自我關門的 我儘管引述他一些內容 他說發動煽動刊物這條罪 是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過時惡法 在1967年暴動期間 港英政府用來檢控煽動民眾的阻礙報紙 但其後幾十年沒有用過 法律學者普遍都認為 這條法例抵觸了國際人權公約 應該一早就要廢除 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 觸發暴敵抗爭後 特區政府重新啟動這條法例 初時 2019年的初時 只是用來檢控法部支持抗爭 呼籲國際制裁的文宣 但是其後就擴闊到打擊多類型的批評政府言論 儘管現在沒有了暴動案 社會秩序也都已經恢復了 政府仍然積極用這條拖例來對付傳媒 令傳媒從業員承受的壓力是很大的 他進一步都說到這個關鍵所在 發佈煽動開密罪的嚴苛之處 在於檢控的門檻是極低 只要執法當局認為某個開密的內容 可能令民眾仇恨政府 實能夠提出檢控 無需證明有沒有民眾遭受煽惑 而採取不法行動 就算煽而不動 都可以告煽動 亦都不管那個開密的內容是否有事實根據 這就是關鍵所在 所以有人會發覺你有煽動 那誰給他煽動 是不需要證明有人給他煽動 他認為你有煽動 就是煽動就可以入罪了 現在為何眾新聞這麼大的考慮呢 這個刑事罪行條例雖然定名 若果被指為煽動開密的內容 只是為了指出政府施政的失 促使當局巡折合法的途徑去改善 即不具煽動的意圖 但是 這項的辯解 在舉證責任 在哪個 過往很多罪名的舉證責任 是在控方那裏 現在不是 這個是在被告一方 不過這樣 如果按照正常的刑事情序 被告人是可以申請保釋的 等候審訊期間來到搜集資料 準備呈堂的辯解 但是被定罪前的刊物仍然可以正常營運 不過自從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就是楊川繪本案 將煽動罪納入國安法的執行程序 而且獲得終審法院 已經是中國的確認 煽動罪的被告人會即時失去了人身自由 是極之難獲得保釋的 而他經營的公司也會遭到凍結帳戶 沒有辦法出糧或者採購 即使日後審訊辯解得到折納而脫罪 但是人身和財產蒙受的損失 已經不可以彌補 《前蘋果日報》和《立場》兩宗案例 是清楚表明一樣東西 只要被執法當局盯上了 媒體的營運根本沒辦法抵抗 這也是一個很現實 或者最難處理 有些客觀的報導等等 覺得還可以去解釋一下 一被盯上 沒得解釋 你已經定了姓 你是被我們看中了 所以蘋果立場就是這樣 而眾新聞都知道自己 他們會很清楚 都被釘上了 所以你與其自己去了解 當你有一天說風涼話 我們又沒有拘捕你 又沒有取締你 你自己撿了 這真是風涼話 這真是風涼話 為什麼呢 我形容《蘋果日報》和《立場》 是被鑑生碾死的 大家看看 他進去蘋果 拿了 如果沒有記錯 也是拿了電腦 拉了你的高層 拿了電話 還有蘋果連新聞材料都被搜 現在還有官司在打 哪些你不可以看不可以用 《立場新聞》 60部電腦被人掃搜 電話又拿了 人又被拘捕了 還有凍結了資產 大家還記不記得 《蘋果日報》還未出糧 因為不可以動戶口 不可以出糧給員工 這樣你不是鑑生捏死了傳媒嗎 是啊 我沒有說封你 但是問題是 我沒有錢出糧 沒有錢找數給人拆傷 我沒有錢什麼什麼什麼 那怎麼做呢 他拔掉你的輸血管 拔掉你的氧氣 那你必然不可以生存 那當然有人說 會不會你過份對號入座 杯公蛇影 其實你昨天 我們都提過大公報的 副社論那個《井水集》 大公報的新聞報道 是將眾新聞主要成員12人的背景 講得很清楚 劉進濤當然榜上有名 特別講到是什麼 在大學期間你做過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的助理 那對他的定性 眾新聞的定性就是 骨幹是和蘋果記協千絲萬流的關係 這個就可以看到那個定性是怎樣 大公報《井水集》這樣去分析 以前我認識的一位潘麗瓊 他的專欄 這兩天在社交平台或者朋友之間 廣傳不是讚賞 很大的意見 也是將這種人物關係互相扣連 沈露輝在他自己的平台 他的平台是收費的 但他說今天特別是免費開放給大家看過一篇 分析潘麗瓊女士如何用朱蓮的方式 去扣人帽子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出本屬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